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黃藍政見之爭 終於都要蔓延到英國 事緣在上個星期 有一班居住在英國的香港人 在倫敦的樹舉行了一場集會 集會的目的就是為了紀念 去年發生的中大和理大事件 其實在集會的過程當中 大致上都是很和平 當然有不少人拍了一些片段劑上網 於是引來不少華人的注目 其中在萬城的一個商會 叫做萬城華埠街坊商會 他的會長竟然對這班示威者作出了漫畫 當這條鐵文傳出了公海以後 馬上演變成一場網戰 到底這場網戰的結果是怎樣 就是有商戶即刻和商會割席 劃清界線 撇清關係 另外這個商會會長 亦都是被迫請辭 好了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到底這位 萬城華埠街坊商會會長 是說了什麼說話 他那條鐵文是這麼說的 各位街坊縱和會員 倫敦已經有一班廢清亂港分子發起了集會 遲早都會搞到去萬城 尤其是現在疫情這麼嚴重 他們竟然不顧他人的安全 實在是太自私了 他就說想徵求大家的意見 怎樣來去應對這班人 是表示歡迎或者是不歡迎 期待你的回覆 謝謝 他這一段說話就完全是有偏頗的 是不是 只不過是一場很普通的和平集會 有什麼值得他去批評呢 而且他說到現在疫情嚴重 按照片段的畫面顯示 其實絕大部分的 參加集會的人士 都是正確地戴上了口罩 那就已經是保障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實在是沒什麼好罵的 純粹是立場先行 用政治立場來凌駕一切 變成了人家的黃絲做什麼 你都看不過眼 接下來 一場網戰由此而起 很多網民都去罵這個所謂會長 後來有一個商戶 英國創成地產 他馬上跟街坊商會割席 他就說 鑑於此事 經過慎重考慮之後 他就正式宣佈要脫離這個街坊商會 以後街坊商會其他成員的所有言論和立場 都跟他們無關 最後那句 他們就說 對於香港近年因政局不穩 而引致意識形態傾向意願化 表示理解 他就說自己又不是黃又不是藍 只是所謂的中立友 但是大家都知道 喊親自己是中立的 通常底的那種式都是藍的 因為黃絲通常都不怕怕認自己是黃絲 但是藍絲就很怕被標籤是藍絲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藍絲如果你認為是沒問題的話 都是一種光明的身份 是不是 當然 現在這一家推出了商會的商戶 他是黃定藍 那我就無謂幫別人去評 他們自己解答 不過 為什麼他們會退出這個商會 很明顯就是因為利益驅使 接下來將會有那麼多香港人 拿著BNO移民去英國 他們還不打算吃正這條水 去做香港人的生意 所以 現在這一刻去退出 他是聰明一點 如果他不退出的話 當然就會被這個所謂的商會連累一份 在今天的凌晨時份 這個曼城華埠街坊商會 就跪下了 他們就發表了一份的聲明 聲明當中就提到 說那條貼文其實就是由會長陳新貴先生發出 但是陳先生在發表貼文之前 就並沒有知會本會的秘書處和會員 因此那條貼文的內容和立場 並不代表本會和全體會員 陳先生和本會的秘書處商議之後 就決定正式收回之前的有關貼文和言論 同時 陳先生 亦都是辭任了本會會長職務 希望事件 能夠早日告一段落 好 好了 這一篇的聲明 他又說了很多 但是總之他都沒有表達到他自己是甚麼政治立場 總之又想義和為貴 好了 問題呢 有些網民又找得到 這個 萬城華埠街坊商會 有幾個人的名字跟他很像 一個榮譽會長叫做陳新平相 副會長叫做陳新龍相 你的會長叫做陳新貴 那究竟這三位的男士 是不是屬於同一個種族 有網民在這裡猜測 事實上 有很多原居民 他們改名的時候 都是要按照那個族譜 當你排到甚麼字背的時候 名字的頭一個字 你當然要改那個字 那究竟這三個人之間是存在著甚麼關係呢 如果是親戚關係的時候 這個萬城華埠街坊商會 就有很濃厚的家族色彩 是不是 那當然 我也有些質疑 就是 為甚麼有些老華僑 他們會對於那些爭取民主 捍衛自由的人士 作出那麼肉酸 那麼噁心的謾罵 實情 這班人 已經 移居了英國 很長的一段時間 有些已經在英國 接近四五十年 明明自己就享受著這個民主和自由的氛圍 但是人家走去爭取民主捍衛自由的時候 他們偏偏就是不支持 不只 還要落井下石 怕你不死 為甚麼會有這種思維呢 是不是 你自己都享受這個民主和自由的優勢 到底這班人是不是認同和擁抱英國的核心價值呢 如果他們根本上都不認同民主和自由這些價值的時候 為甚麼他們還繼續留在英國的居住呢 其實有一個更好的地方等著他們 就是大灣區 那你不如是回國發展 貢獻祖國好過吧 參與建設 何樂不為呢 為甚麼還繼續留戀在英國那裏做甚麼呢 既然你都不認同民主和自由的時候 但是在過去幾十年 又不見他們走出來搞遊行示威集會 說反對民主和自由 那照計就等同於是認同了這些理念的啦 又不是的 人家去爭取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們又反對說人家廢清垃圾 到底甚麼邏輯呢 我完全是不理解這些人的 你說如果那些 藍絲是生活在香港的 那也尚且可以理解 是不是呀 甚至乎是小粉紅來的 可以理解啦 直接 但你明明是生活在英國很多年 為甚麼這些人是會存在的呢 我不知道為甚麼 你是不是不認同呢 不認同你又留在英國 賣死不走 為甚麼不去大灣區呢 都不可理喻的 所以難怪有些網民常常提出一個觀點 就說凡親利用BNO申請5加1簽證的時候 就很應該設置一道關卡 就是背景審查 查一查到底這個人是否是擁抱英國的核心價值 如果你根本上都不認同這些價值的時候 那就無謂去啦 是不是呀 留在香港就最好 或者留在大灣區 還更加之有美滿的前途 那用不去英國呢 你都不認同這些價值 好了跟著就說下另一件事 其實都跟英國這件事是相關的 美國參議院 昨晚就審理這個香港人民自由和選擇法案 由於共和黨籍的參議員克魯茲特克魯斯提出了反對 所以在參議院就沒有辦法達成一致的共識 以及沒有辦法通過議案 特克魯斯就認為 這條法案對中國就未夠強硬 而且他還質疑 民主黨是試圖利用這條法案 繼續剝削香港的爭議 老莽地將美國人 暴露於中國間諜的情報活動當中 所以他就提出反對 即是他怕著有大量的間諜 是通過這個途徑 湧入美國 站在一個比較保守的美國人的角度去看 其實特克魯斯的擔心 就不是說完全沒有道理 只不過我看到 在香港的網絡上 有部分的網民 就叫做掃諸情緒 就狂罵特克魯斯 就說他令到有些手足 救不回 諸如此類 這些完全 就是根本上沒有看到 這個法案的條文 究竟在說什麼 真的是掃諸情緒 在亂說 整天一尾就拿著救手足那三個字 就無限上綱無限演繹 實請這條香港人民自由和選擇法案 他就提供了哪幾大途徑來 所謂保護香港居民 第一就是為那些已經置身在美國境內的香港居民 提供一個所謂臨時保護的身份 你留意 他說已經置身在美國境內 就是說現在還在香港那些 他根本上就沒有辦法 當然如果你是沒有案在身的 你是有護照的 其實你又不一定走去美國 去英國也可以 去其他地方也可以 所以走到那些 就自己有得選 走不到那些根本上就沒有他份 好了 第二個途徑是什麼呢 就是維持香港有別於中國的移民待遇 這個又是說移民的東西 跟那些手足都無關 第三 就是提供特殊或者特快 加快辦理身份 給香港的專業人才 有很多手足 甚至乎 連中學都未畢業 大學都未畢業 何來專業資格 是不是 而且還說要資產 要過某一定的 界線才行 這些就叫做浪漫氣 第四條途徑 就是加快辦理 已經在美國的香港人 去申請綠卡的程序 又是說已經去了美國 即是沒有危險 是不是 那些人本身都可以在美國那裏申請政治庇護 正如蘋果昨天才登了 說那個10月1號中槍那位曾志健的女朋友 15歲 他就去了英國申請政治庇護 他都沒有BNO 他一樣是可以出境的時候 他就去了申請政治庇護 你有沒有這條法案有什麼分別 大佬有些人不要無限演繹 就以為這條法案通過了以後 有手軍艦過來 這樣 很愚蠢 雖然我都不明白這些人罵 Ted Cruz 罵他什麼 Ted Cruz 他那個角度就是 要以保障美國人的 利益為優先 他就是擔心有大量間諜擁有 我覺得他這個說法 是有他的道理的 當然你認不認同 這個是另一回事 但是他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現在純粹的影響就是 那些可以循合法途徑出境的人 就少了一個目的地可以投靠 但是我就覺得 德赦好 易碎回首 英國的BNO5加1 加拿大那些三條途徑 以及澳洲的途徑 你猜真是他們各自自己在推出來的 背後一定是美國在試壓的 如果不是美國帶起這個風氣 五眼聯盟怎麼會跟隨 所以在這件事上面 我就認為 無須要再苛窄 Ted Cruz 當然啦 有些別有用心的左膠 就趁這件事 繼續去抹黑他 然後就借地以 下友抹黑共和黨 最後就是抹黑特朗普 他們是專門做這些無謂的事 好 這次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